接下來要跟各位講就是聖音會的影響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只要記得第一老師教的 那邊是沙漠 還有記得你學過的氣象學知識 你就自然而然就會想得 正常年沙漠 晴朗 高壓 吹東風 游泳森流 聖音你就倒過來 它就會怎樣 氣壓會下降 高壓會變成低壓 所以東風會減弱 甚至可能會變成西風 然後呢 所以 海流的方向都改變 整個海溫就變成 東邊會變得比較高 西邊會變得比較低 因為海溫增加了 因為海溫增加了 好 所以 你的東風減弱之後 表面海水吹不走 海水吹不走 就沒有永生流 沒有永生流 就沒有營養園 沒有營養園 就沒有 浮遊生物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所以就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的圖裡面 你看到聖音年 沒什麼魚啊 魚貨量會減少 魚貨量會減少 就這樣子 OK 然後 整個 本來是高壓的 會變成低壓 本來高壓就少雨 現在低壓變什麼 多雨 本來是低壓的會多雨 下面高壓就變成 少雨 所以本來有下雨的變成不下雨 本來有下雨的變成 會下雨 整個雨量的狀況都會改變 你知道人家在一起 就是改變 所以只要記得那些話 你就自然的話 你就通通都曉得 就自然通通都曉得了 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費 你就會知道了 然後呢 生育年的時候 台灣通常是暖冬 而且春雨 就現在 春雨會變多 有學生問過我說 老師為什麼 大家根本都不知道 我剛好就會跟你講 到底為什麼會有聲音 其實我們還搞得不清楚 我們不太知道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從統計上來看 從歷史的統計上來看 從發生過聲音上來看 我們通常在台灣的結尾就是暖冬 然後春雨會變多 2009年是一個聲音年 可是那一年台灣有好幾波的寒流 那是因為北極震盪 在2009年那一年 我們講北極震盪 可是這兩年 我們談的是北極渦旋 你上網才能查到北極渦旋 兩個月有關係 北極渦旋 所以去年跟今年都一樣 日本跟美國都遇到大風旋 怎麼會慢死 因為我們都因為北極渦旋的關係 北極渦旋的關係 那一年講的是叫北極震盪 還是再來講北極渦旋 所以會有一些寒流 但基本上聲音年應該 台灣應該是暖冬 然後春雨會變多 春雨會變多 然後呢 為什麼會有聲音有不同 剛才的講法 有一種講說是因為海底火山 有一種說是海底火山 海底火山爆發之後 會有很多的溫暖的海水噴上來 所以海水水溫就會變高 同時呢 它有一些東西呢 會使得海水變得混濁 然後呢 就比較不會吸陽光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浮游生物就會減少 然後所以漁獲量就會沒有 所以這樣的解釋呢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海溫會增加 為什麼漁獲量會減少 可是到底誰對 不知道呀 不知道 誰對我們不曉得 因為說有一些問題都還沒有 不能完全解釋 而且呢 聲音現象以前大概四年一次 以後大概四年一次 就是生一年啦 以後大概四年一次 可是現在比較很怪 短的話兩年一次 短的話可能七年一次 所以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問我說為什麼生一年台灣會 所以你會變多 答案就是說不知道呀 只是統計上看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所以考試也不會問你 考試也不會問你說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生意 也不會啦 因為我們根本就 不曉得 我們根本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到底誰對著 我們也不知道 好 不了解 可以嗎 所以 我們都不曉得 不知道 那就是以後要去努力研究的 努力研究的 那目前就這樣 就是有關於 聖因 所造成的一些 現象的狀況 你就記住 哪邊壓力大 哪邊壓力小 哪邊會下雨 哪邊不會下雨 我們就問這些問題就對了 OK